到了三福天还怕冷 今天沈医生给大家分享五个办法 帮你赶走体内的寒气 让你从头暖到脚 我们身体最怕什么呢 那就是寒血 寒血能够引起疼痛 还会让体内产生弹湿淤血 弹瑜凝结 有可能发展为包块结结等等 现在正是三福天 是自然界中阳气最足的日子 按理说应该怕热防暑 但是有些人还是怕冷 手脚比别人凉 不敢靠近空调 电扇晚上甚至会凉醒 寒则温知 我们可以采用补羊驱寒法 温暖我们的身体 那寒血最容易藏在哪呢 第一个就是脾胃 我们常常说病从口入 同样寒血也会从口里进来 停留在脾胃 这时候我们就会产生相应的症状 除了怕冷肚子凉 还会感到四肢沉重 稍微吃点就会腐胀 不能吃凉的 一吃就拉肚子 甚至便中还夹杂 有没消化的食物 这时候我们可以参考一位 福斯理容丸 温补匹羊 第二个就是肾 这种人最怕冷比较严重 别说手脚了 连腰屁股都是凉的 平时总会感到腰气酸软 小便清肠 夜尿频多 基本上每天早上都要拉肚子 每天都会被肚子疼醒 像安了闹钟 这时候我们可以参考一位幼龟丸 来补充体内丢失的肾羊 第三个是肺部 肺通过鼻子和外界相连 所以寒蟹最容易躲在肺中 如果你经常感冒怕冷 主要表现在怕被冷风吹 受风就不停咳嗽 嗓子中总有白痰 吐也吐不完 这时候我们可以参考一位通宣 李肺丸 把肺中的寒蟹排出去 第四个就是心 心是维持我们生命的根本 心阳不足 难以抵御寒蟹 就会出现心脏部位冷疼 心慌心悸 胸闷气短 呼吸困难 严重的甚至会出现 左手麻木 全身浮肿 这时候我们可以参考一位 身符强心丸 第五个就是筋骨关节 寒蟹从皮肤一点点侵入 筋骨关节就成了 他们寄宿的温床 久而久之变得难以屈身 走路困难 非常怕寒冷的东西 连洗澡水都要开很高的温度 这时候我们可以参考 毒活寄生丸 补肝肾驱寒诗 这五个补羊驱寒的办法 你学会了吗